KTV裡黑衣男子怒氣沖沖 身手掐住一名男子脖子 接著又朝中年男頭部猛揮拳 一群人扭成一團 同性友人急忙上前勸架 而這凶神扼殺的男子 就是自稱四海幫海強堂 洪姓堂祖 他打的人竟然是自己 旗下掃地和他的爸爸 原因只是因為打人的 洪姓男子朝他的爸爸嗆嗆說 你知道我是誰嗎 對方不予理會竟然糾中歐人 讓他的行徑不止一見 兩名凶神惡煞在附近徘徊 因為他們奉命來到被害人公司掏錢 沒想到卻掳走對方員工 因為游姓男子與洪姓祖賢 旗下的酒店小姐有感情糾紛 洪姓祖賢疑似社局仙人跳 要求對方支付60萬元 但對方不肯出面 竟然跑到被害人位於盧州的公司 將他的員工強要到北市中山區軟禁 走在最前頭的就是78年次洪姓祖賢 有槍炮 強套 傷害等前科 資深四海幫海強堂堂主 自己開了一間人力仲介公司 市立擴及士林社子一帶 專門吸收學生加入 四處用槍糾中鬧事 甚至在今年一月搭著四海幫同行會名義 與統促黨到機場毆打港獨 社運人士黃之鋒 這個以洪姓祖賢為首的這個 士林地區某人力仲介公司 在地方有欺凌善良百姓的豎起暴力 市政 那警方啟動調查 洪姓祖賢打著堂主頭銜 帶著旗下小弟成兄鬥痕 甚至掳人威脅 還設局仙人跳 惡劣行徑 不只一件成了當地頭痛人物 如今若往被帶 也讓居民放下心中的大石頭 接著郭相 黃文順 陳志芳 台北報導